欢迎观看InsoPen Pro快速指南。 让我们来看看笔的各部分以及注射针头。 这是保护笔的笔套。 这是药桶保持器。 这是笔身,装有注塞感,能看见显眼数字标记的计量窗, 易于旋转的计量旋钮和平滑翼按的注射按钮。 您的InsoPen Pro入门套件附带InsoPen Pro、笔带、用户指南、保修卡、 BD注射针头和帮助您区分所摄取胰岛素类别的贴纸。 第一步,先要确保所有物品齐全无缺。 把InsoPen Pro从袋中取出,将笔套凝转脱除, 然后根据您所需的胰岛素类型选择贴纸。 剥离后,贴在InsoPen Pro的药桶保持器上。 接着,轻轻地将药桶保持器从笔身凝转脱除, 会听到一声click。 一手拿紧笔身,另一只手则轻轻地将注塞杆推回笔的注射驱动部分。 把药桶从包装取出,检查药桶上的标签, 确保属于您指定摄取的胰岛素类型,并且没有过期。 此外,还要确保药桶没有损坏, 然后等待药桶达到室温后才使用。 胰岛素从外观判断可分为两种, 清澈胰岛素和茁壮胰岛素。 清澈胰岛素不需要混合, 但茁壮胰岛素必须在每次注射前混合。 与混合茁壮胰岛素, 首先以金属端为前端, 将药桶置入药桶保持器。 为药桶保持器转上笔身, 直到一声click将它锁定。 在水平位置,将笔放在手掌之间翻转十次。 然后将笔垂直握在手中, 通过弯曲手臂的动作将其上下移动十次。 检查并确保胰岛素液态均匀成白色。 如果不是的话, 请重复前两个步骤。 取出新的注射针头, 从针套上撕掉封口片。 千万不要尝试用手指扒出针头。 接着, 为药桶保持器转上整套注射针头。 为了防止针头弯曲或脱落, 请在转上时保持笔直稳定。 取下外针套并保留之后使用。 小心摘下内针套且将其丢弃。 您有可能会在针尖处看到胰岛素液滴。 每次注射之前, 必须先把InsoPen Pro预注, 以确保药桶中不存在气泡。 让InsoPen Pro得以准备就绪, 进行一次注射。 紧握InsoPen Pro, 针尖朝上, 用手指轻轻敲击药桶保持器。 将所有存在的气泡引到药桶顶部, 但可能还是会见到一些小气泡。 现在, 转动剂量旋钮直到剂量窗中显示数字2。 保持针头直立, 从下往上按注射按钮直到停顿, 同时剂量窗显示0为止。 您会注意到, 从针尖滴出来的2-3D胰岛素, 表示预注完成了。 如果没有胰岛素从针头中出来, 就得重复该步骤最多5次, 直到在针尖可见2-3D胰岛素。 现在InsoPen Pro可以使用了。 预设置剂量, 请旋转剂量旋钮直到符合您的医生所规定的剂量。 偶数的剂量以短线旁的数字表示, 而基数的剂量则以数字之间的长线表示。 如果数字设置高于您所需的剂量, 则将旋钮转到较低的数字, 直到剂量正确。 请注意,反复注射之后, 如果注射按钮中途停顿或没有显示0, 千万不能强制将按钮按下, 因为这意味着药桶没有足够的胰岛素。 在这种情况下, 请更换耗尽的药桶, 然后注射之前缺少注射的剂量。 据管理注射的施形, 请选择并检查注射部位。 首选的注射部位有腹部、 大腿和臀部, 又或者手臂的背部。 让注射针头保持90度接上皮肤表层, 按下注射按钮并维持10秒防止泄漏。 注意,一旦注射针进入皮肤, 请不要改变握着InsoPen Pro的角度, 因为这可能会使注射针头断裂或卡在皮肤里。 注射完毕后, 从皮肤上将笔拿走并小心翼翼地将外针套套在针上。 使用过的注射针头不可以留在笔上, 以防止空气或其他污染物进入药桶, 以及避免胰岛素从药桶中泄漏, 以免影响下一次注射时的剂量精确度。 转掉整套注射针头后, 要安全地处理掉。 如要将笔封上, 请在确保对齐后, 轻轻地让笔套固定在笔身上。 不要在药桶行业耗尽前, 从药桶保持器将之取下。 还有,请将您的InsoPen Pro储存在 处于室温环境下的笔带中备用。 记住,每次注射时, 务必使用新的注射针头。 在重复使用期间, 除了放置胰岛素桶的部分外, 请按照之前解释的所有步骤使用。 有关步骤包括拉出笔套, 混合茁壮胰岛素。 把注射针头固定, 预注。 选择您的剂量, 注射, 把注射针头丢弃, 然后在试问环境下, 安全存放您的笔。 此外, 由于需要定期注射胰岛素的关系, 如果只在同一地方注射可能会导致额外的脂肪成绩。 简称, 脂质增生, 为了避免脂质增生。 您在注射时, 必须定期更换选定部位范围的注射点, 或换去其他部位。 InsoPen Pro是一种新颖, 易于使用, 可重复使用的胰岛素注射笔, 可提供多达60个单位的胰岛素剂量。 请注意, InsoPen Pro只能与您咨询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所规定的Biocon御装药桶一起使用。 感谢您给予InsoPen Pro充分信任。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详阅用户手册, 或咨询您的医生, InsoPen Pro胰岛素简易之笔。 请详阅用户手册筹